大家早安 那接下來是忠誠在我們第二屆第四屆的總質詢 那下一頁 来 市長 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网路最火红的两句话 南壽香菇是什么意思 市長你站起来坐啦 你也给我尊重一下 那好 那李一元你好 什么意思 难受想哭 对呀 就是难受想哭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台南市民的感受度 就是从这两个名字来衍生的 就是难受想哭 好来 市长针对我们昨天 蔡议员跟洪议员的咨询 针对做好做满这两个字 市长请坐 我没要给你问啦 我给你问你也不会给我回答嘛 为什么我会说难受想哭 因为赖市长你不敢承认你的任期是否会做好 所以让我们觉得很难受 那你也不敢承认是不是你会做满 那我们觉得很想哭啦 市长你请坐 我要回答的时候我要请你起来 请坐 不要啦这个 不要啦你坐啦你坐啦 这个我已经多次回答过了 那个主席拜托一下 帮我把市长的麦克风关起来 好来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难受 那么的想哭呢 因为市长在过不久 你就即将离开我们台南了嘛 对不对 朝下你人生的另外一个目标前进 那就准备要抛弃所有 对你最支持 对你最忠贞的这些台南市民嘛 所以我们现在台南市民真的很难受 也很想哭 那在今年的地价税上涨呢 我们市民难受想哭 那在明年的房屋税上涨 又得追溯我们的市民难受想哭 那接下来我们在台风 连续两个台风 整个城市淹得跟像水城一样 市民的感受也是难受想哭 那我们政策摇摆不定 南展一下在后壁 一下在归人 政策摇摆不定 也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很想哭 那在建设部分也是停摆嘛 我们的市民也觉得难受想哭 那在这等等的问题 说真的啦 台南市民真的是很难受 也很想哭啦 因为市长说我们台南市 是一个适合居住 适合恋爱的城市嘛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 市长你自己用心想看看 是不是这样子啦 那接下来议题 本席认为 没有一样 是不难受不想哭的啦 来下一页 好首先我先感谢市长 还有所有我们的 包含教育局长 我们的处长 所有的我们的同仁 议会同仁 用心之下 然后在今年我们总共开了16位的正式专专教练缺嘛 是不是 局长 跟议员说明 就是我们 没有我问你是不是啦 大家都很用心嘛 对不对 谢谢议员 我要跟你们补充报告的是说 我们今年是临聘了16位 那15位是我们今年增补的缺额 那有一位是之前 那有一位是退休的嘛 对 好这我知道 好请坐 好来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这16位名额啊 的这些项目 是怎么奠定标准开出来的 海局长 好 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 我们这次呢 在这个 专人教练的 这个领补的部分呢 我们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在设有体育班的学校 好 那我们依照呢 他设立的这个项目 好 来做一个考量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也针对 我们现在不管是 尤其是体育班 尤其是体育班 对 尤其是体育班哦 我们在 他的绩效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列入 非常重要的考量 好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这次的专业教练的领补方面呢 是可以呢 逐步来落实 我们在三级培训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当然第四个就是呢 我们有一些 重点的优势的运动项目 好 我们也来考量这个部分呢 来领补 来你说到我们 你看一下我现在画红色的部分 这个是什么 红色的部分这些项目 这七项呢 就是我们优势运动项目的部分 那你刚刚说的嘛 你要把这七项优势的项目 列入为第一评分标准嘛 对不对 来 在设计的部分 正式的也没有 那约聘的也没有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解释 我跟议员说明一下 设计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确其实也是有考量到的 那但是呢 因为目前我们台南市 在培养这个设计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算是比较少数 那我们呢 已经 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 这次我们没有领补 正式的专人教练 可是我们在约聘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有考量的 没关系 好来 你说之后嘛 之后还会有机会嘛 是 那好 你请坐 来 市长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我之前在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 新闻稿里面有看到嘛 就是市长会逐年 一直在征聘 不管是正式 或是约聘的这个名额 专政教练名额 那这个机会每年 就是 征额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机会大不大 我们当初 增加正式的名额 基于两个考量 一个是对教练的照顾 生活上的照顾 另外一个是认为说 这样可以带动成绩 如果说未来成绩 越来越好 表示说这个政策是有效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相信市民就会支持 名额上面的增加 没有啊市民支持没有用啊 我们体育界声音这么大 也是这样一直骂一直要 才要出来的嘛 那你说有成绩 市民会肯定 重点是市民有需求 我们体育界有需求 我们市府不支持 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嘛 我意思是说 如果成绩好市民支持 市政府当然就有力量来做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 你为了增加而增加 这个也不是好的政策 市长如果我们未来 是不是 如果像您说的嘛 成绩如果好了之后 名额逐渐增加的这个政策 会不会继续下去嘛 对就是说一方面是因为财政上面 会你跟我回答会不会这样就好 因为这不是是非题啦 我说这个如果说财政上许可的话 然后成绩好 这个政策是有机力作用 那当然就可以考虑来继续推动 那如果说你这个 有变正式之后 成绩不仅仅没有比较好 而且反而比较走下坡 那当然这个就没有 对啊因为我们刚市政府有 我们教育局有说嘛 就是到时候聘下去 他会去考量嘛 对 看这个教练的考基嘛 所以我们有一套考评的制度 对我知道 如果说这个政策下去 是有效果出来 那当然就值得做 那值得做的时候 我们再去考量 我们的财政状况如何 我们会妥善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来 谢谢市长 来局长 我想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在说 专政教练评量也要落实嘛 然后并用淘汰的机制 那考基不加责 就是不续聘嘛 那你之前我有请教过你嘛 你就说正式的如果聘下去之后 我们就是对他就无责啊 他如果没有成绩 没有什么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处置他嘛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我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在于专任教练的这个考核 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啊 那当然正式的教练呢 他在这个考核上面 我们一样会用同样的标准下去考核 但是呢 如果说他有成绩不佳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会是力求来辅导 而且呢也要强化他说 他在专业方面的能力 如果还是真的不行的话 那我们当然也会提不适任 这样子来处理 那你说不适任 要把它裁掉的机会很渺小耶 这是从您口中跟我说过 这个我跟您报告的是说 在整个处理的这个机制上面 我们当然啊 就是说对于正式的这个专任教练里面 他有受到一些法令上的保障 但是呢就跟其实跟我们公务人员 或是教师一样 我们如果提事业他不适任 他有一定的 比方说辅导期 观察期 到评议期 这样的一个历程来做处理 OK好 那局长 我的想法啦 其实你如果聘了他当教练 我相信他也会很用心的在带选手 但是还是有一些 我们希望所有教练都应该要如此 一定有老鼠屎嘛 那针对那一些不用心不认真的教练 我希望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 是这当然 OK好来下一页 来这个是我们104年全运会的成绩啦 那相信来我画红色的部分 来局长请看 在清廷 流冰 保龄球 马术 空手道 这几个项目 他在102年 他就有持续 从102年到104年 他都有持续在得牌啦 那相信他们的得牌数 看起来也都还不错 那在未来 我觉得本席啦建议 不要只有七项 或是市长所热爱的项目 棒球 这一些有潜力发展的项目 我希望你们把它列入 列入在未来 我们要聘不管是正式缺 或是约品缺的专任教练里面 跟议员报告好 这个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因为我们现在所聘的项目呢 原则上还是以这个亚奥运项目 为比较优先的这个考量 那因为我想资源呢 是有限的 我们应该要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去发挥最大的效益 所以请局长去评量 去评估嘛 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我们会整体再来考量 好OK来下一页 来我们针对台南市的体育班 我们现在总共有32校89班 那在高中的部分有2校6班 国中的部分27校76班 那国小的部分有3校7班 那市长对就是棒球三级连接很用心嘛 但是我认为 不只要在棒球有三级连接 在各项目都要三级连接 那我在媒体有看到嘛 就是说我们县市合并之后 高中未来会回归到我们的地方政府 那这个部分 我就是看报道说 107年确定会完全回归吗 会不会 我先跟议员说明一下 就国私立学校改例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呢 正在跟教育部国教署呢 来这个协商 因为他需要衔接的工作的内涵 人员的配置 以及呢相关经费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充分来谈的 那尤其是在经费方面呢 我们还有一些落差 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妥善的 就是说以顾及到我们整体 评估完之后再决定 对对对 我们整体教育资源是需要 那好来 时间点到底在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们目前呢 谈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说我们也许是以107年为目标 但是呢要看最后谈的结果 那目前的进度呢 应该是说在彼此了解 为什么经费上会有落差 那来寻求共同可以解决的这个方式 所以目前是107年是预计而已嘛 还没确定嘛 这是我们的目标 对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完成啊 这要看我们谈的结果啦 就像这个 那我们有没有积极在谈呢 我们现在非常积极的在谈 因为好来 局长我们国中的部分就有27校了 那高中只有两校 那如果我们现在确定了 之后高中会回归到地方政府嘛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及早去思考说 我们未来体育班要怎么去增设 让小朋友有一个衔接嘛 不然你27校的学生的体育选手 怎么塞进去两校高中 谢谢议员 其实呢我们现在就是您现在画面上 这个高中两校六班呢 是指我们市立完中的部分 就是我们目前四所市立完中里面 我们有两所设有这个体育班 那其实呢国立学校里面 设有体育班的其实蛮多的 那像我们现在呢 在做比方说像我们国中 设国中的体育班的学生 他未来的进入呢 其实不会只是在我们市所完中 当然还包括国私立学校 有部分的私立高中职 他也有团队在训练 你再给我书面报告啦 好 我时间不够 来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三级衔接的部分 项目 班级各方面 都是我们要去考量的嘛 因为你有跟我 这个也是在我们整体的 这个计划里面是有的 OK 好来 因为那时候我在报道里面有说 未来体育班如果没有拿成绩的话 有可能会撤嘛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个 体育班的这个 机制嘛 机校评量的一个机制 那未来如果这个学校的体育班 被撤掉 那这些专任教练要怎么办 在我们专任教练的这个 管理的相关规定里面 是有这一项的 就是说如果呢 我们因为培养的这个专项 有所调整的时候 或者是像您刚才所说的 体育班也许也会因为 绩效不佳而猜测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的专任教练呢 就会用行政调动的方式 来放到更适合培训 发展的学校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他是专任教练 他就必须在专任教练的 职位上工作 不要到最后 他明明就是一个专任教练 你叫他去做行政 叫他去做等等 不适任的工作 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认真的去评估 说到此未来 对到目前为止 应该没有这样的情形 当然是没有啊 因为未来 因为我们有这个政策嘛 对不对 我们的政策是说 因为培养的专项 或者是培养的这个学校 如果我们这个项目上 有所调整的话 那我们的专任教练 是以行政调动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呢 因为他的身份 就是专任教练 对 所以他当然是以培训选手 OK 为最重要的工作 我是提醒局长嘛 我希望未来 不要看到这种情况 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体育班 是不是都有限几个项目 对不对 二至三个 还是三至四个项目嘛 那你未来 你比如说 你这些学校 他的项目移动了 换去别的学校 但是那个学校 已经满额了 那这些问题 你该怎么处理 我想这样的问题 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体育班 就像您想 不要说不可能发生啦 不要到时候 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再来说 又太慢了 因为我们现在呢 所以我们要事先 去思考这些问题嘛 对 依照规定 体育班呢 就是二到三项的 这个专长项目 所以像目前 也有学校 想要设第四项 我们也没有同意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是 母法上面就规范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 依照这个来做 那有些学校 可能会考量说 我是不是多一个专项 我可以多收 这个专项的学生 或是多一个教练的想法嘛 对不对 不一定可以多一个教练 对吧 这学校他们也会 需求会越来越多啊 但是呢 这个部分是 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做嘛 所以我们现在 所有的体育班 都是以二到三项 的专项来发展 好来 那局长 我所建议的 我希望未来 我们不要看到 这种结果啦 好来 下一页 来针对 我们这106年体育处 所编列的预算 来在城市棒球队里面 今年编了2826万6千码 对不对 对在城市棒球队的部分 局长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是就是 我刚才您提的嘛 就是 你说你还没有用心看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目前 城市棒球队的经费 有一部分是我们 市府的经费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体育署的补助 你讲 没有哦 我有翻过 我是完全从这一本 我们的单位预算 抓出来的 在城市棒球队的部分 是体育署 完全没有补助 完全是拿我们的市府 我们体育署的补助 这个部分是用 它就是补助棒球这个项目 帮球项目是帮好三 什么三级棒球之类的嘛 也有 那我说的这些是没有 拿到我们体育署补助的部分 OK 来下一页 那在其他棒球项目 这边总共有七项 那请市长看一下 total加起来有 4080万元嘛 那城市棒球队 加其他棒球经费 total加起来 快7000万的经费 这些还不包含 建设跟设备哦 这里头建设跟设备 还有4亿多 就是在盖亚太棒球村嘛 那市长 现在我们在体育界 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声音 比如说市长 你只有溺爱棒球 你对其他的项目 就是 就给你棒生了 没要撤了 在我们的观点是这样 棒球一年有近7000万的经费 但是其他项目呢 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市长在这个部分 我未来希望的是 我们教育局 我们经费不砍 但是要怎么去增加 其他单项的一些经费 这是我们要去考量的 不要只单单 雇一个棒球项目 这个是我 那个李议员我说明一下 其实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那里面有很多是 我们举办明年世界杯砂棒赛 对啊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市长爱棒球嘛 所以举办的就是棒球比赛嘛 那我们其他单项 也可以举办啊 好啦 我是划船选手 你愿意给我500万 我明年办一个国际比赛 我邀请25个 因为市政的推动 一定要用现有的基础 这样才有办法事半功倍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台南的棒球 已经有相当的基础 你先听我讲完 你再回答 再一句话 我说我希望我把台南 打造为东方的威廉波特 对我们的城市的行销 还有观光的收益才有 好来请 好来 你说棒球可以带到行销 带到我们的观光嘛 那其他项目也是可以嘛 是不是 就是说其他的单项 要让台南市突出来 好来 会比较困难 现在台南市最优渥的是什么 水上运动 那随便可以举办一个 水上运动项目啊 我们这个棒球的振兴计划 还包括了城市的行销 就是台南要成为 东方威廉波特 所以我们去举办了 世界杯哨风比赛 市长你都说 其他的单项我们当然也非常关心 也非常支持 市长我想说就是说 你想要让台南市塑造成哪一个什么 我不管啦 重点是 我们现在台南的三级棒球的成绩 你要跟着上来嘛 那当然 未来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嘛 我担任市长 我可以很负责任讲 你可以去检讨 体育的预算有没有减少 比以前有没有减少 当然是没有减少啊 重点是你的重点放 而且有比较多啦 对啊 你的重点都放在哪里 相信大家都看得到嘛 你各单项也来比 就是说我当市长之后 是不是有哪一些单项 预算可能少了 我没有哦 其实我这个是 是移到其他的 其他局处的业务预算 移到这里来 我们认为就这样的城市行销 才会成功 这样做 城市行销才会成功 台南市 要打造台南市 这一个棒球城市 成为东方的威廉伯特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世界杯哨棒比赛 全世界有参赛的国家 都可以看得到台南 市长 我想请问说 你确定每一年 都可以来我们台南市吗 他是两年举办 对啊 就是你说的 每一届都可以到台南来举办 现在世界棒球总会 已经答应三届 连续三届给我们办 然后他说 如果办得好的话 未来他决定 每一届都要在台南市办 所以我们才卯足了劲 然后来筹办这个事情 OK 好来 就是希望像市长所说的 你针对棒球的溺爱 热爱 不是 其实我对你的划船 那个我也很关心 我也就看你们的场地 我说不是只有划船 我是说各单项的需求 其实我是运动迷 你跟我谈什么运动 其实我都可以跟你谈 好 谢谢市长 希望未来 对各单项的用心 不要说只有对棒球 因为 真的 一当七千几万 我都看得肉供很赤 市长 好来 下一页 来 我们再继续延续 我上一次总咨询所说的 城市棒球的三大目标 跟三大期许 来 我新闻市长来 局长你什么 来 我们的三大期许 赢得成绩 赢得尊重 赢得感情 来 还有我们的 三大目标 普及运动风气 训练优秀人才 然后三级棒球的扎根 参加国内比赛 跟优秀选手的生涯规划 在这个部分 市长我们现在做了多少 达到了哪几项 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做 那我们现在达到了哪一项 前面的三大目标 都有达到啊 但是前面的三大目标 好像跟城市棒球 比较没有关联 有普及棒球运动风气 对啊 因为我们这有另外 在边额度啊 在照顾这些三级棒球 跟城市棒球没有关系 因为城市棒球队的球员 他们等于是单纯 兼职的教练 有到台南市的棒球 棒球队或是学校去教他们 好来 那市长我请问一下 我们今年城市棒球队的成绩如何 我们今年比较不理想啊 去年也不理想啊 今年也不理想啊 明年你要回我一样不理想啊 第一年的时候得到全国第二名 是不错 对 就第一年而已嘛 对 那去年是 我听那个局长跟处长说 是因为有伤兵嘛 对 那今年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为什么我跟他们讲 就是说成绩固然重要 城市行销的责任更重要 比赛的时候要赢得尊敬 我要求他们 市长我上次总咨询就跟你说过了 一个竞赛运动如果没有成绩 没有什么值得人家尊重的啦 这个是最基本的啦 不会喔 好来 我现在你去到外面去问看看说 有谁知道城市棒球队这个名称 你去问看看台南市市民 你最喜欢做民调嘛 你去民调看看 有多少人知道 市长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来加强宣传 对啊 你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城市棒球队 然后一年花了那么多的预算 结果达不到这个效果 那你说你要推 推广城市啊 替城市打知名度啊 干嘛的都没有做到吧 其实很多活动他们都有出来 对啊 你活动出来没有用啊 最主要是你的成绩啊 我就说了嘛 竞赛 你要知道就是因为 他们是打城镑 遗嘱城镑 本来社会的注目就没有比较大 因为常常电视都没有转播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 因为城市没有转播 他们去打广告嘛 他们知道 被人家知道的机会就比较少 好啦市长 我知道为什么啦 我有听说啦 我们贵党议员最喜欢说听说嘛 我是听说说 有贵党议员 真的对棒球非常的热爱 所以他一再给市长施压 所以我们的棒球的经费 还有我们的城市棒球队 才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啦 你刚刚讲的理由就是 一开始的讲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我本身热爱棒球嘛 没有啊 但是我听说啊 你们不是最喜欢说 用听说两个字吗 因为我都公开讲过 我喜欢棒球 我不能够成为棒球选手 但是我可以成为棒球 那你刚刚还说 你不承认你溺爱棒球 不是 我说我热爱啦 那个溺不对啦 溺是好像是没有道理的 对啊 你就是没有道理啊 我有道理 我刚刚讲我们目标是 要成为东方的威廉波队 好啦 市长 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废除嘛 也没办法改变转型嘛 那依我所了解啦 我们就是针对你说的城镑 的部分 我有去问一下其他县市的预算啦 在台北市它是编了4500万 既然我们没有改变了嘛 我们就要帮助它 看怎么提升它的成绩嘛 那在新北有3300万 那在桃园其实它跟台南市 是差不多将近2900万 但是他们每一个的球队 都有企业赞助 但是我们台南市就单单 就是只有台南市政府在支持 对这一部分 在这个部分 我相信说我有听到说 我们的棒球队是非常的阳春 那很多东西都是欠缺的嘛 包含宿舍 包含很多小朋友 他要从选手要从台南线 一天骑40分钟的摩托车 到我们球场来训练 那在这过程中 安全问题等等的问题 所以你要我们台南市 城市棒球队拿好的成绩 相对的嘛 你既然我们的市府预算 没有办法增加 那是不是依市长 你跟财团的关系这么的好 是不是可以拉一些财团 来赞助我们的城市棒球 好像过去啊 在选举的时候 你也替很多贵党的议员去募款啊 那你是不是用这种心态 来照顾我们的城市棒球 路跟财团的关系 应该是你比较好 我怎么会比较好 你上次在议会还帮财团咨询 没有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到安南区去 听到很多人讲 听到很多人讲 但是我清清白白嘛 支持你真的是很不应该 没有人在座天在看啦 你竟然在议会时间替财团 人在座天在看 好我教求市长麦克风关掉 人在座天在看 谁跟财团勾结 谁跟财团勾结 大家清清白白 大家都很后悔支持你 我针对我今天的议题 继续说今天的议题 那你说财团我就跟你讲财团吧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市长跟财团的关系不错嘛 我讲你跟财团替财团讲话 这个也是今天的议题啊 因为你的民调高啊 你在台湾是替那么多财团在帮忙嘛 在协助嘛 我哪里有 没有吗 你帮什么财团帮忙嘛 那为什么那么多的风风雨 那是你公开的哦 你公开替财团讲话 来我们的文晓的土地 那个财团起舞安南区 市长 针对我今天的议题 你回答 你有没有办法找财团 来照顾我们的城市棒球 我跟你讲 这个李议员 你不应该这样讲 这个 有没有办法嘛 城市棒球队 没有办法你坐下来 台南在地的企业 帮忙 这个本来就可以 市长请坐 我会跟张总教练讲 然后也跟提出讲 可以找台南的在地企业 来帮忙 因为有人去找了嘛 碰壁了嘛 那如果说 那市长你是不是要出面 是不是 那这个我们市政府会来协助 就是找台南的在地企业 我是觉得李议员 你应该对台南的在地企业 要有一点尊重 对呀 那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国民党要去募款 要干嘛 很不可能嘛 那市长 台南 台南 还没有在地的企业说 可以称呼为财团的啦 大概就忠实化这样的公司才算 你知道吗 那就是 你那一天的咨询 安然去多少人伤心 没有人伤心 我针对的不是财团的利益 来那时候的报导 很多人都有看到 台南市政府还称赞 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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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变他整个气派的 没关系 大家出来检讨 到底是谁支持财团 大家眼睛清清楚楚 人在做天在看 好 感谢 好来 接下来 上一页 好来 针对刚刚的议题 市长 你说 未来 我们会 帮忙协助 我们城市棒球队 看是找当地企业 还是别的企业我不知道 好来 针对这个议题 这样讲就很好嘛 好来 继续下去 那 好来 王建民 今天的报导 王建民说 他未来如果没有球队打 他就要退休 那这个问题说 如果 王建民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指标 那他是不是 可以由市长 来出面说 跟他协商 李安都可以来台南盖营展了 盖 在我们的一个 媒体都有说的 盖一个电影的一个什么城市 那 市长是不是针对王建民的这个案子 未来 如果王建民真的没有球队要找他去打 那你可不可以把他带回我们台南 来带我们台南的这个城市棒球队 这个 有没有这个机会 那个李议员 我澄清一下 现在行政院在推动的影视产业专区 没有啦 我针对这个问题 你跟我讲那个 不属于李安的啦 当然不属于李安 李安 李安他只是建议 他可以来当顾问 是性质的来帮助 但实际上这个不属于李安的 未来经营也不会是李安 这个我必须要说明 他会来这边使用 我怕以而传而 这个带给李安困扰 这个我必须要承接 好了 那我针对这个议题 第二个目前 王建民那个说法是客套化 因为记者追问他是客套化 他现在全心全力 还是要做好这个训练的工作 明年大联盟可以再上去 我们应该要祝福他 支持他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好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也祝福他的前程嘛 那如果我们要有一个 另外 另外他已经讲了 他连亚洲的职棒他都不打了 对啊 我没有要他回来打我们城市棒球 我只是希望说 台南在地的子弟 可以回来协助我们 带动地方的三级棒球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市长 你愿意去跟王建民 讨论这个议题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城市棒球队 我跟总教练讲 要录取的球员 最好是没有参加过职棒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绍棒 青绍棒 青棒 接上来 知道啦 目前里面有23位嘛 其中有16位是台南的 这样的话你的三级衔接 才会成功 否则你只不过是为了成绩 然后去接承棒 职棒退休的 或被淘汰的下来 虽然成绩会比较好 但是效果不大 好啦 市长 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未来 王建民真的退休了 我希望 他有他退休的生活 我们不必替他规划 当然不是替他规划 不规划啊 我们至少可以去跟他探讨嘛 说我们台南是棒球 现在在推广棒球城市 希望说您可以回来替我们台南市 因为 效老嘛 来协助嘛 为了三级棒球 为了我们棒球城市提升 王建民 他是台南的一份子 对啊 他是台南的子弟嘛 房子也买在我们台南嘛 我们有需要 我们去请教他 我相信他一定是之所 知无不远 言无不尽 至于他人生的规划 我们现阶段最重要 就是要祝福他能够成功 当然祝福他 我的希望就是说未来如果王建民 如果退休了 希望我们市长 如果啦 我们都也是祝福他嘛 可以去咨询他一下说 我们台南市有需要嘛 那可不可以请你 回来带我们的台南城市的棒球队 或是替我们台南三级棒球 未来的成绩 最终我们是要把台南市成为一个棒球城市嘛 三级棒球的成绩 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处理啦 好啦 那我们就针对我们台南城市 就是未来后续 这个棒球城市这样的目标 我们可以请教他的高见 咨询性质这可以 他人生的规划我们不必 当然 这个时候就去跟他讲 好来 谢谢市长来请坐 好来下一页 来 针对酒驾的部分 来 警察局长 我们依这个表来看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的酒驾的 就是罚者啊 有提升了嘛 但是依这个数字来看 好像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变 其实警察开单是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跟大家手法 那这个数据会降低跟很多因素 包括交通局他做了很多措施 那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也很多重大的交通策略 所以这降低不见得是不好 降低不见得是不好 对 这举例酒驾的数字不见得不好 表示人民手法观念提升 观念提升啊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 他没有下降哦 有下降 没有啊 我是说没有大幅度的下降啊 你既然现在罚者 现在提高降低那个酒驾的水准 现在那个1.5 0.5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降低标准 所以才 也不对啊 你这个逻辑怎么对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减耶 数量没有减啊 他的数目是本来是103年是7千多件嘛 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罚者提高了 但是应该要有大幅度的下降啊 去年是8,900到现在是7,800 那也是蛮高的啊 是还高啊 所以我们还继续要在 继续努力嘛 对 要努力 好来 局长请坐 市长 我们在针对酒驾的问题 在台北市议会的议员有提案嘛 说如果酒驾累贩 他必须到殡葬所洗大体 这个新闻 市长你不知道 这个是这样啦 就是说 酒驾要不要做社会劳动役 这个是可以讨论啦 但是你如果要到殡仪馆去洗大体 这个 这个不是来 这个恐怕家属会不同意 这不没有啊 就是我们要去沟通协调嘛 人家台北市现在也去找地检署 各单位都达成共识了嘛 殡葬所的所长也达成共识 未来最快年底就会实施嘛 但是针对洗大体 我们不是不尊重大体 我们是要让这些酒驾的人 尊重生命 把他自己的生命看成是 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那你现在是在说台北市的议员 市长还是 我现在简单讲就是说 酒驾他要受到处罚嘛 对不对 对 那你等于是说洗大体的工作 变成是一个处罚的工作 那这样对大体怎么会是尊重呢 这不是处罚哦 逻辑是这个样子吗 你不要把他当成是处罚嘛 不是啊 逻辑是这个样子 你把他当成是一个公益服务 他去学习课程 你怎么可以把他当做是处罚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某种程度 那个出罚点是这个样子 那好 你刚刚讲说嘛 好 市长 你说你对这个 旅券不听嘛 常常酒驾嘛 所以要请他去洗大体嘛 那因为旅券不听 或是常常酒驾 以前还比说去扫地 环境的打扫 那这个说难听一点啦 他扫扫医药 他回家 反正在当下 他就开始喝小酒了 这个虽然有学习的意义在里面 可是比较大的成分是处罚啦 那我们现在说好 来既然来 既然你不认同台北市的这个做法 那未来我们台南市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配套措施 对酒驾累犯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想法 这部分的话 应该是地检署他们会去安排 你看人家可以市府跟地检署 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嘛 我们市政府不会提出这项申请 不会提出这项申请 我们市政府不会提出这项申请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好的建议 好比说有啊 好比说我们这个最近 这个芒果栽芒果 就是没有人嘛 又或者是说社区的这个环境卫生 社区营造 一些跟台南市的一些公益的事情 结合在一起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民政局应该不至于会提出这一个申请 就习大体的申请 好嘛 那我就说了嘛 你不认同习大体的这个申请嘛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想一个更好的 有一个想法 你不去洗大体 那好本席跟你建议啦 现在我们现在 来社会局长 我们现在在推动残照2.0嘛 那现在人员是不是有 有许多都是欠缺的 对不对 那欠缺的部分 市长 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 你把这些酒驾的垒犯 来帮忙协助照顾这些老人嘛 他也是食宿啊 对不对 你就要关心残照 一档花一档花一档花 人还不够 我们利用这些人来做这些工作 因为长照 何乐部位 长照人员是要有教育训练的 当然是训练啊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 旁边辅助的工作嘛 他也是专业人员 你有一个专业人员 他也是专业人员 他也可以帮忙去 我说好 你这个老大人 可以自己抛起来还是怎么 怎么会不适合 你有去思考过 你不一定要让他 做专业的一些工作嘛 你也可以去帮他扫头架 你也可以帮他穿出来嘛 李远我建议你啦 针对你如果要讲到长照 你真的要去了解一下 对啦 我的意思是说 长照的内容是什么 长照的内容是什么 很多啊 长照内容 局长上次也讲了很多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部分 你既然要去扫头架 那很多的独居老人 他的环境是非常的脏乱 那是不是可以 我们跟地检署建议嘛 如果这一些人员 他是累贩的 还是说他是酒驾贩 他可以来协助 来清扫我们一些 独居老人的方子 还是说 他就是一些比较 弱势的家庭嘛 独居老人 现在他们都有一套 制度在照顾 制度在照顾 还是有很多的漏洞 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嘛 包括社区 包括旅办公室 包括社区公所 这个都有在协助 都有在协助 酒驾的人力素质的问题 所以你看现在酒驾这么高嘛 因为你又特别讲 不是一次 就是说履次 然后履次 然后储不听的 那这个人力的素质 常常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能够从事的事情 其实不多 如果是履次 他常常被 有很多可能是健康的问题 精神上的问题 又或者是其他他的问题 这个人力素质 其实没有好到说 可以去独居老人的家里 去照顾 我当然不是说照顾嘛 不是照顾嘛 我们是去协助而已嘛 那扫地已经都有人在 你处理这个事情 扫地有人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我手了解 有很多都是不足的部分 开放的公共空间 这个可以啦 没有其他的顾虑 这个可以啦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针对我刚刚说的嘛 有很多 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 要去检讨看看嘛 你不要每次都 推推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都没有用心 去试看看 怎么知道结果是如何 因为那个李议员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人力 不是今天才出现嘛 好你请坐 那个都已经由来已久 还有一套制度在做 好来 针对酒驾顶替案 这个市长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目前呈现在 这个上面的这一份 它是当事人家属 在2015年的3月5号 在市长性向的一个 陈勤案 那里头讲得很清楚嘛 市长 这份我先给你请教 这个案件你怎么知道 你有看过吗 这个我没有看到 好来 市长好 来 我给你准备一份 这一份是陈勤的内容 那我在咨询的过程中 我希望市长 你先用心的看一下 好来 针对里面的内容 这个是去年的3月5号 市长性向的陈勤案 里头讲得很清楚 在104年的2月21号的晚上8点至9点左右 在台南市山区有发生一件酒驾立项的车祸事故 那造势者是一位高学历高知识的公众人物 那在车祸当下 他居然没有下车去关心对方的伤势 而躲在车里 联络 不知道是到底是要叫人来顶替还是怎样 但是在这份资料里面是写说联络别人来顶替 那在处理车祸的这个警察 也装作 没看到 让他去给别人製造 那出现 最终 出现在 那个警察局的 是一位顶替的一个造势者 这个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那在处理的过程中 我觉得 也是很夸张 车祸被撞的人居然会先进行酒测 那 回到警局的时候 出现 就是当下那个人离开 那重新出现警局的是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因为当事人有下车关心 那一位造势者 有没有受伤 结果他坚持不下车 等到去到警局的时候 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现在家属很纳闷 因为这一份是从当事人的亲戚 不知道他的谁 写到我们市长信箱 那针对这里面 等等 好 我不一一再讲了 好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 那 市长你说了吗 你没有看过 那我希望你认真的看 那本席要说 针对我们 处理的这个案件 我觉得很不妥啦 而且为什么会说他是顶替案呢 在这一个和解书里头的那一个陈先生啊 他在去年的2月21车祸嘛 出来帮忙写和解嘛 那为什么他在今年的5月1号 他居然会进到我们公车会有一个职位 这个我不懂 这个我有去询问过 这个是确实的一个案子 他去年的 前年的2月车祸 可能是因为顶替之后 在今年的5月 在公车会居然有一个职位 那公车会的部分 是市长你在决策人员的嘛 那我们会不会质疑说 这个人是市长叫出来了 而且讲得很清楚啊 里面是公众人物嘛 对不对 那我们会不会去质疑说 市长是不是你叫他来帮他认替 结果你还会让他这个委员 可以在那里做工作 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质疑的 好市长我还没有讲完 那另外一个部分 处理这一个案件的这个警员 他是一个东元 东元派出所的一个警员 他明天即将要退休 而且他的年资又还没有到 在这个等等的问题 我们探讨之下 我们觉得有很多疑虑啦 既然说不是顶替 那为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连接起来 却有让大家匪夷所思 而且在地方大家垂得沸沸扬扬 在PPT啊在等等网路方面啊 都传得沸沸扬扬啦 那这个在这个陈情案件 也有请市长说要认真的去查嘛 看是要对这个警员惩处还是怎么样 那我有看到啦 在这里面有写说 在他们的分局长那边 有开了一个申戒书啦 申戒申戒一支嘛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居然如果认为他没有错的话 为什么还要再开这个申戒 表示说他这个流程是不正确的嘛 对不对 这个流过程当中是有疏失的嘛 才必须要被寄申戒啊 那如果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分局长会草草了事 就寄一个申戒然后就把他带过 你懂吗 来 阵风 阵风处 针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下去调查 有没有 所以这样没有交给警察局去处理 警察局处理 啊处理的结果咧 你有去询问吗 不知道结果 阵风是就把他丢出去之后 就没有再追踪后面的问题 有有 他陆系还在处理 所以现在还在处理嘛 对不对 好啦那针对现在还在处理过程中 这个警员为什么要退休嘛 市长 是不是有很多疑虑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这个有很多联想 对啊我当然是有 因为你不得不让人家不联想嘛 就说你要有证据 我有证据啊 我手中有很多证据啊 我也可以请检调介入调查嘛 确实啊 他在前年2月出车祸 在今年5月就进攻车会嘛 那我们的针风 有顶替的问题 然后呢有因此 顶替者有因此可以得到 这个公车会的职务 然后呢又警员离职 因为又跟这个事情有关 这个都要证据啦 没有啊我说的嘛 你的联想我没有办法 没有啊那我是不是希望市长 你没有 因为人家就已经沉寝到市长信箱里面 那这个我们都有按照我们的方式 交给相关的局处去调查 去回应啊 刚刚我们针风处已经讲了嘛 林处长已经讲了 已经请警察局作为回应了 我们是不是请警察局 好来我们说明一下 将针风处移送的这一个案子的调查过程跟结果 给李宗臣李议员一个说明 让他了解清楚 李议员这样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李宗臣议员的市政总执行 也谢谢我们赖清德市长 市府林副秘书长率领着各局处所长的类席 谢谢新闻媒体好朋友的采访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 我们的乡亲 大家的关心收看 我们最后的这个议定 到此结束 下午1点30分 继续进行深测 我们100块6年度 台风中以赏 凯富斯坦入院以赏案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